為什麼想要說對不起啊 會覺得會救嗎 不僅認錯人還砸錯車 無名嫌犯低著頭不發異語 被移送低檢署 已經不見砸車時囂張氣焰 走在第一個 詹姓嫌犯 當時惡狠狠在大街上攔車 甚至拿棍棒猛砸 就連被害人開車逃亡警局報案 也不肯死心 一路在街上飛車追逐 囂張跟到警局前 當時被害人在IG上打卡 就是要三重這間KTV唱歌 而嫌犯也來到門口賭人 以為看見仇家搭車離開 還立刻跟上前砸車 沒想到卻是找錯對象 無故被尋仇的圖性駕駛是白排車司機 當時到KTV載了兩名乘客 其中一人卻被嫌犯誤認仇家 五名嫌犯20歲出頭 其中20歲的詹姓祖嫌曾經營當鋪 開著百萬兵士車尋仇 囂張當街攔車 會這麼生氣 原來早在今年1月 他和一名龍姓男子就有嫌隙 當時他和龍姓男子 因為共同朋友的邀約 到新北市新莊一見KTV唱歌 兩人卻在酒後爆發口角 跟演變成肢體衝突 詹姓男子似乎不滿 明明對方也有動手 卻被挨告 從此中下心結 宣稱過了10個月才來尋仇 其中似乎另有引擎 但最無奈的恐怕還是百排車司機 明明不是嫌犯要找的對象 卻憑白遭殃 飽受驚嚇 TV的新聞王華麗 林一姐 在馬鈴薩區小組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